近日,继车离子价格腰斩之后,车离子在依次遭遇了这几年来的最严重的一次价格滑铁炉,国内部分地区车离子的零售价格已经跌落至20元美金,比前几日的30元美金的价格又大幅度的下降了30%。 一些国际水果贸易商表示,今年最便宜的车离子批发价已经在一斤十几块钱了,有些低规格的车离子一箱已经不足百元,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一次大降价,从目前这个价格来看,今年赔钱肯定是赔大了,只能希望临近春节的时候,消费量能有所上升,车离子价格能在底部回弹。 对于国内一些消费者来说,今年车离子大降价也成了津津乐道的话题,大降价后的车离子更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,觉得是时候展现吃车离子的真正技术了,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担忧,如果今年车离子大降价的话,明年会不会涨得太狠,直接又吃不起车离子了? 经济水果普遍的市场规律都有一个价格周期,如果前几年价格太疯狂的话,那么产量必然会大幅度上升,致力车离子前些年的产量和进口也是一直在暴增,再加上今年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,价格才会跳崖式的下降。 但价格跳崖的下降后,会不会冲击明年车离子的销售价格呢?这要看今年春节时期车离子价格能否有所好转了,如果水果进口贸易商今年大量的赔钱,明年必然会有一些贸易商不敢再进口车离子,导致车离子进口量下降,价格上升。 这主要看今年的车离子市场对水果进口贸易商造成的打击有多大了,市场的关键在于信心,如果利润下滑,都不再看好车离子市场,那么明年车离子市场的进口量肯定会减少,价格再一次冲天也不是不可能。 2020年2021年,这一季度已经有2.6亿斤的智力车离子进入我国市场,进口量与往年没有下降,但今年的销售是一波三折,如果删车一般让水果贸易商们整日提心吊胆,除了智力车离子流年不例外,国际上新西兰的车离子由于暴雨,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减产,澳大利亚的车离子也由于品质问题被水果进口商给了拆平。 有行业内的人士笑称,今年的车离子不是自由,是自杀,车离子价格几乎崩盘之后,对国内大樱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,影响的主要是冬季温室大樱桃,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,也有坏的一面,好的一面是国内的大樱桃可以以更安全为口号来进行营销,卖上比往年更高的价格。 坏的一面是,在与进口车离子拼价格的时候,国内温室大樱桃就不占任何优势了,而且劣势非常大,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消费者继续投身更低价的进口车离子。 从2002年起,我国大樱桃种植产业进入了爆发期,种植面积以平均每年翻5倍的速度在增长,从2002年的2000多公顷涨到了2019年的20万公顷,扩大了100倍。 尤其是在2016年2019年时,进口车离子大火后,国内大樱桃种植产业更是如火如荼,在国内外大樱桃种植产业都在高歌猛进的时候,今年车离子价格的崩盘是对全球整个大樱桃产业泼了一盆冷水。 故事谢极向禅静命牛斩姑美亚洛书尼咬曹抚摸。